有市民中了六合彩 但过了期未领奖而被取消彩金 他入稳法院申请上诉被驳 继续新闻时间 如果你中了六合彩 可能都会去获奖 如果男人中六合彩三奖之后 就没有在六十日限期之内领奖 彩金被马会没收 男人寻法律途径追讨失败 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上诉许可 但也被驳回 日品人张博说 过去三年每逢六合彩有金多宝 或者大额奖金时后 都会用同一组号码 到头注柴码一注单式 但从未中奖 直至去年十月中三奖四万多元 但一直不以为疑 因为三年来都没中过 预了不中就不查他 去年12月26日左右 好像有个圣诞金多宝 我填回旧号码 在金多宝那期要拿出来 既然拿得出来 那就要顺便对卖 马会规定在头注站落注的中长者 需要在六十日之内领奖 将获华日品小额前债审材处追讨 也遭到驳回 他再向高院申请上诉许可 指马会做法不公平 因为用头注户口的中长者 马会自动将彩金传入户口 但在头注站落注 就要在限期之内领奖 做法违反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规定 但高院迫回他的申请 法官指 马会的相关规定很清楚 张国华和头注户口的人 有不同合约内容 拥有不同的法律权利 马会做法并非威胁 张国华又说 正是寻求法律意见 考虑就马会有关60日内 提取彩金的规例 提出司法复核 无线辨视记者赵嘉宏报道